至于台北县政府的员工有发现说奇怪了 六楼茶水间我们放在那边蒸饭箱里面的便当啊 冰箱里面的吃的啊 怎么都会自己长脚跑了都不见了呢 搞了半天原来是有这名失业男子啊 他实在是失业没有饭吃了 竟然会趁着晚上台北县政府洗灯之后呢 就跑去摸走人家吃的 最后被白服的县府住警当场给逮了正着 身穿蓝色外套休闲裤 一脸金口模样被警方带回警局侦讯 他就是涉嫌潜入台北县政府偷吃便当的王姓嫌犯 台北县政府办公室的茶水间这几天窃案平传 不少员工放在蒸饭箱的便当与冰箱内的食物 都莫名其妙的消失 引起住警注意 于是趁着晚上县府洗灯后进行埋伏 当场抓到这名开冰箱偷吃东西的嫌犯 那是最近陆陆续续 我们里面有两三个员工 他发现他的便当都不见了 那觉得这个事情有异常 那我们就反映给警卫队指导 昨天晚上大概七点钟左右的时候呢 那这位人士又到这个现场来 那在这个这边刚好就被我们的朱卫琴 这个当场就插获他拿了这个一条面包 以及呢这个一个水果 黄信嫌犯公称因为失业没有钱吃饭 要到处找地方睡觉 所以才会击此下车 据他所说的是他目前是已经在外面 是已经失业 那但是油米已经很多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那大概是这个到处睡 那吃的东西有时候到处寻找 实在强盗没有钱吃饭 跑到县府办公室的茶水间内 翻箱倒柜偷吃东西 这也反映出了经济真的很不好 昨天新闻蔡中信息 少白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点赞 点赞 点赞